企業在博文中說 網站google.com slash COVID-19 由針對中共病毒COVID-19的有關信息資源和鏈接組成 未來幾天將在更多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多語言版本 網站專注於病毒教育、預防和當地資源信息匯總 人們從這一網站可以找到有關中共病毒疫情的即時信息 安全和預防提示及與病毒相關的搜索趨勢 谷歌首席執行官桑達爾.皮查伊上週日在博客中表示 該公司正在與美國政府合作 在本週一之前創建一個資訊網站 但由於地區和國家指南發生了重大變化 因此發布被推遲到本週六 谷歌在博文中說 看到人們對信息的需求不斷擴大 公司正在為搜索中共病毒引入更全面的體驗 使衛生當局可以輕鬆訪問權威信息 以及新的數據和可視化信息 這種新格式可以組織搜索結果頁面 幫助人們輕鬆瀏覽信息和資源 並可隨時添加更多信息 新唐人記者嚴峰、張祺綜合報導